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又在教員室和大家聊天 今天是4月20...幾號? 一百 二百號 不見不覺就沒見大家幾個月了 大家好 你看看養長怎樣? 頭髮白了,少了 但未至於胖,出不了門口 所以也能回到學 努力在家裡收拾屋 努力避課 你看到教員室裡 現在正在改大家的卷 大家測了很多次驗 現在不斷給大家些砌砌 希望大家能夠看看自己努力的成果 努力加油 你覺不覺得香港這幾天 或者全世界這幾天 疫情慢慢慢慢減退 這對於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安慰 我們繼續守望著香港 繼續保持社交距離 繼續保持自己的衛生 去保護自己 但同時間我們仍然去信靠神 會帶領我們去經過 疫情一定會經過 我們一定會回復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們現在為正常的生活 作好準備 我自己每天都定時去做口運動 散步 令自己有一個平常的生活 保持自己的學習 保持自己的學習 我都期望大家一樣這樣 我期望有一天 在5月25日 我希望DSC最後一天 回來見大家 和大家一起開心 當然 和我之間 回來見到面 都不要擁抱 千萬不要開心到 擁抱一下 很久沒有見 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仍然要保持 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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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請到兩位 我們很好的嘉賓 和大家去見面 為了保持社交距離 我現在沒有戴口罩 因為她距離我 是六尺、八尺這麼遠 我先走開 她才過來 和大家聊幾句 好嗎? 我們請第一位 神秘嘉賓 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和大家見面 當然要脫下口罩 很久沒有見大家 大家都應該很久沒有見 但可能在電話裡 都會聽到Mis Wong的聲音 或者有空 Mis Wong又會Whatsapp大家 跟同學記得簽家賞信 那樣 不知道同學 這三個月過得怎樣 可能 起初都很開心 只會放假 但後來又要上課 然後現在可能 都很多功課做 可能大家開始慢慢都想 什麼時候可以上課呢 Mis Wong和大家一樣 我都很想快點上課 為什麼呢? 都和大家分享我平時的日常 平時的日常 當然除了預備教學 跟著想Zoom之外 當然我也要在家裡 照顧我那兩個小朋友 我那兩個小朋友 一個就是四歲 另一個就是一歲 兩個都非常之活潑 令到我的生活非常之充實 在這個假期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學習 就是訓練自己的耐性 以及怎樣分配時間 因為原來在家裡 不是真的好像很舒服 其實我覺得在家裡 比上班更辛苦 因為又要照顧兩個 又要預備工作上面的東西 但是 就是讓我學習到 怎樣去分配時間 但是都很感恩就是 原來有些出乎意料的東西 就是可以每一天都在家裡 看著我的小朋友成長 平時在學校看著大家的成長 現在就每一天都在家裡 看著小朋友的成長 但是我都很希望 我們回學之後 我都可以看到同學你們的成長 無論是身體上面 或者是心理上面 還有就是 這個假期我都學習到很多東西 就是學會去 就是我每一天都要煮飯吃的 我發覺自己的廚藝都進步了不少 所以可能在疫情裡面 我們大家的心情都有很多的起伏 但是可能每一樣遇到的挑戰 每一個遇到的新的功課的時候 原來在當中我們都可以學習 我們都可以在裡面有所經歷有所進步 希望同學你都可以自己去數算一下 其實這個假期裡面 你的德和你的失 我們都為到這件事去感恩 是的 我的分享到這裡了 接著我就交給下一位神秘的嘉賓 各位你猜一下我是誰 你未必是現在這一刻給我教的 不過呢 都很想支持一下大家 沒錯啦 我就是谷Sir啦 哈哈 好像沒有什麼肥到 還是有你不好意思告訴我呢 知道大家都經歷了幾個月 其實今年都很多事 令到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挑戰 上網可能上了很多 包括上課的上網 都明白的 因為我自己也有個女兒 我女兒都有很多功課要上網做 眼睛會很累 但是我都深信同學在這幾個月裡面 由一個逆境 但是有機會訓練到自己 如何去靠多一點自己 反而靠老師就少一點 靠自己學習都是一個滿足感來的 都是一個逆境裡面令自己進步 其實我相信大家可以做到這件事 以後就算這個世界有多少的逆境都好 經歷了這次的逆境之後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多一點的能力 多一點抗衡的力量 在於老師來說 除了要關心大家的功課測驗 很肯定的 其實大家的健康 身心靈健康 都是我們反而更加去關心 都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保持健康的身心靈 很快我相信六月頭 大家可以再見面 真正正正地有師生繼續延續 有效的生活 繼續加油 拜拜 Hello 我又回來了 各位 我們只是保持social distance 菊sir繼續他的努力 我又回來了 在這一段時間 我深深感受到有一句說話 帶給我自己深深感受到那句說話的真實 我和大家去讀一次好嗎 好讀書 sorry 好讀書而不好讀書 好讀書而不好讀書 即是我的視力良好 我的精神良好 但那時候我又不是好喜好讀書 好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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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喜好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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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發覺視力已經不好了 已經很快就累了 其實剛才菊sir也提到 不斷看著螢幕是會累的 年輕人年齡人更加會累的 我看著螢幕去教書 其實呢 看著螢幕去改卷 真是很累的 去到每一晚我花了 改幾份卷 我已經眼睛開始乾了 眼睛開始乾 所以呢 實在是會辛苦的 我相信呢 其實呢 在這段時間裏面 大家都有不同的辛苦 我都曾經問過大家 辛苦嘛 累不累啊 有同學回應我說 很辛苦 超辛苦 這樣 實在很明白的 因為平時我們 我們上學都有很多功課 都有很多測驗的 但是我們呢 缺乏了一件事 我們上學的時候 我們一有功課 或者好苦的時候呢 我們會跟同學 慎一下 聊一下 小息的時候呢 一起吃一下東西 其實呢 都是對我們一個支持 來的 對我們一個鼓勵來的 對我們一個減壓來的 每一天回來 雖然我要面對很多生涯 沒有很多功課 我辛苦 但同樣地 在小息 在lunch time的時候 我可以和那班老友 聊聊天 見一下他們 說笑 其實呢 都是一個鼓勵來的 在這段時間呢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呢 可能只是透過一些視像 網上 其實呢 缺乏了一個親切感 我深深體會到 除了我自己的年長 我的機能 已經是沒有以前那麼好之外呢 我深深體會到 人真的需要一個人與人之間的relation 一個深入的關係 才能夠給我們一個 一個健壯的心靈 我同樣的體會到呢 除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外呢 人與神之間的關係都是一樣的 各位同學 創造這個世界的眾日主 是很愛我們的 我們保持跟人與人之間 有一個好的關係 對我們的成長很重要 對我們的心靈很開心很重要的 同樣地呢 我們和上主 和愛我們的主耶穌 和創造我們的上帝 保持一個好的關係 我們有祈禱的時間 我們有讀聖經的時間 我們有很多現在網上敬拜的時間 讓我們和大自然的主宰 創造我們的主宰 保持一個關係的話 我們身心靈就更加去健壯 各位同學 疫情 我們深信一定會過去的 難關 我們一定能夠闖得過的 好 努力 我們在五月底相見 我們一個很健康 有活力的精神面貌相見 但記住一件事 不要想著 不知何時會完 想著一定會完 所以我現在要為 即將要重啟我們的正常生活 去做好準備 每一天都做好準備 雖然我們不知道 何時 exactly 會重啟 但有一天我們的學習生活 會重啟的時候 我現在每一天 就為那一天做好準備 每一天去累積我們的能量 每一天去檢視自己 學習生活 剛才Swon說到的廚藝 我就沒什麼進步 那些四百次的咖啡 你有沒有喝過 我兒子弄了一次給我喝之後 我就看看他的食譜 我就嚇了一跳 原來是要加很多咖啡粉 加很多糖 我喝了之後我就說 多謝你了 四百次咖啡我喝不起了 我們今天談到這裡 願神繼續祝福大家 願意大家繼續努力加油 拜拜